社交平台上,萝莉们各个穿着萌萌的萝莉塔,其可爱的形象深受宅男们的喜爱。 他们中有的人一夜吸粉千万,有的人享誉中国第一萝莉这一美称,而有的人则因为穿萝莉塔而遭拳网封杀。 他们扎着双马尾,头戴蝴蝶结发卡,有的萝莉还会跳宅舞。 其中有些已经成为了萝莉网红,今天就让阿星来带大家看看有哪七位萝莉翻车了。 而提起萝莉,大家首先就会想到蔡萝莉。 她人如其名,一出场就是齐刘海并扎着可爱的双马尾,她个子娇小穿着身萝莉塔,像童话里华丽的小公主一样,无忧无虑的模样,让宅男们一看就很心动。 虽然她一直戴着口罩,但是大家观其脸型还有那双眼睛都纷纷认为,其口罩下的面容绝对是精致小巧,以至于蔡萝莉轻轻松松的便吸粉千万。 之后她在某音平台发布短视频,更加火得一塌糊涂,敢问这样的美少女熟能不爱。 后来蔡萝莉还曾透露过自己的身家,称自己有十亿豪宅,拥有一个大庄园,时常动辄大价钱购买小裙子。 于是乎,这样一个不经意的炫富,让蔡萝莉享有富婆称号。 粉丝们更是为其倾倒,她的一领一笑,皆是牵动了粉丝们的心。 不过她爆红之后,又去尝试直播路线。 她在最初的直播里,曾打过一些擦边球,后来随着观众越来越多,她的领域扩展到直播打游戏、赔聊等。 偶尔露个腿,引得无数粉丝为之倾倒。 至此,在蔡萝莉不经意的炫富之后,她便经常晒自己坐的豪车,身侧配备保镖的视频。 不过时间一长,就会有人发生质疑,是否是包装的人设。 之后,她所说的庄园被网友扒出,是倾倒一个度假酒店,而蔡萝莉走红三年都是戴着口罩出现。 直到有一天,她遭到线下朋友偷拍,随即,粉丝们便纷纷表示幻灭。 至于人设问题,现在已经不重要了,毕竟想红多多少少会有人设包装。 之后便是党妹,她坐拥600万粉丝,长相甜美,时常穿着萝莉塔,化着美美的妆。 在视频里跳窄舞进入全战热搜榜,可前段时间,她干出过一件不可被原谅的事,随即遭到封杀。 只因其在大连的已承载着民族伤痛和屈辱的博物馆前,穿着日式萝莉塔,在该博物馆大门前,肆无忌惮地跳着日式宅舞。 此时一出,党妹连忙删除视频,并边道歉边删视频,声称是自己无知,曾在此地上过学,到这座城市也只是想回一趟母校。 但是工作人员不让进,倒霉空洞的便捷直接遭到网友们的抨击,甚至有人去何时才查明,秦母校的工作人员并未像其所说的那样不让她进,如此的前言不搭后语,甚至谎话连篇,直接遭到全网封杀。 因其在这座城市上过学,不会不知道博物馆的历史,而其是否是真的无知,只能说其居心何在。 比如她,接下来的这一位很是可爱,她便是草莓果酱,其可爱程度只需要通过各种表情包来呈现,其超高的颜值被称为最可爱的萝莉,坐拥百万粉丝,轻蒙蒙的长相使她接到各种代言活动。 而正巧,这回她接到去某狄门店宣传的工作,不知是否是因为互联网没有记忆的这一方面,距离上回的棉花事件才时隔不到一年,她便开始为该品牌卖力的宣传, 公然接乳华品牌的推广,在门店里又蹦又跳,看着很是卖力的模样,引得网友的反感,纷纷指责其恰烂钱。 之后这位便是王一萌,她有着人人皆知的称号,中国第一萝莉,其在短视频坐拥近三千万粉丝,主打着萝莉风,而且其卡哇伊的造型倒是为她加分不少。 当初的王一萌凭借一组吃西瓜的照片爆火,其双马尾造型看着萌萌哒,吃西瓜时的模样, 也一度让粉丝们陷入心动的爱河,但是直到有一天,她杀出的萝莉造型惨遭拳王吐槽, 王一萌在此期间失去了美颜与一件健身,她的身材严重走样,引发了一波网友的热议。 而说起林婉婉,她也是戴着口罩,有时像萝莉,可有时却又变成了玉姐。 人气高涨之后,甚至有人发现她的身形身高忽变,有网友想到,林婉婉可能是找了替身, 之后在社交平台上便出现了不少林婉婉找替身的话题,还出现了许多婉婉,各式各样的令人分不清, 令大家真假难辨的人物逐渐出现,也不知是大家在赚取流量还是在吸粉。 最终,林婉婉顶着舆论的压力,最终拍了个露脸视频,不过这样的做法也并未能平息舆论产生的争议。 之后,就连和林婉婉一同拍情侣视频的CP也公开表示,自己和林婉婉不过平时合作的关系,视频中的情侣皆是人设。 最终,林婉婉迫于无奈,只得破罐子破摔。 拍视频时,直接和提身姐妹们一块上场,几人用着各种林婉婉账号在屏幕里蹦跶,再之后便是网红夫人不吃鱼。 当初的她,凭借罗莉塔换装视频,各位是火遍了全网。 这个罗莉似乎非常富有,这些视频令她坐拥着400万粉丝数,并且她买裙子,动辄就是十几条,于是乎她便成为众人眼中的富婆。 如果需要她走秀的话,可能拿到的报酬也特别高。 恰逢一场罗莉塔茶话会,她作为首席罗莉登台走秀。 不过令人哭笑不得的是,她的走秀服装居然是找别人借的。 再加上其走秀动作也不熟悉的模样,被大家评论,这种种举措是否是想敷衍了事? 分明拿着报酬,却又一点都不负责任。 而说起Coser,现如今,这个职业也特别多,就像可爱妹妹小柔,她在Coser圈混得可谓是风生水起。 在短视频平台上,她凭借着萌太十足的表情,再加上一张柔嘟嘟的小圆脸,直接火爆了拳王。 再加上这些与生俱来的优势,更是让萌妹小柔获得了近千万网友的喜爱。 由她Coser的冰雪女王还有长发公主,直接将这些角色模仿得淋淋尽致。 无论是表情神态还是动作,可以说是很还原了,就仿佛是真人现身一般。 这些迪士尼公主系列也曾在网络引起一波热潮,许多萌妹都会接二连三地模仿,扮出许多可爱的公主。 不过小柔不光有迪士尼的公主装扮,还有些别的可爱角色,就例如她Coser的疯狂动物城的兔朱迪,直接蒙出了天竞。 这一种直男甚至女孩子们瞧着都喜欢至极。 不光如此,就近一段时间,一洗脑神曲再次席卷全国。 小柔也尝试着拍了相关作品,直接上了热搜。 画面里小柔妆容精致,模仿也很到位。 可可爱的哈利波特小柔,骑着扫把飞的模样,也是魔性不已。 尤其她作为Coser界的大神,各种名场面,那可是数不胜数。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可爱小妹,她曾被爆出过抄袭,而本人也公开承认过。 但是几年之后,小柔又再次被爆抄袭,但这一回她尚且未承认过。 就目前来看,小柔已结婚生子,但当初也有传言称小柔小三上位,也不知是真是假,还尚未得到证实。 根据这些事件来看,整个细节皆是模糊的,真实状况大家也无从得知。 而现如今,随着短视频的发展,女孩子也掀起穿汉服与罗莉塔的热潮。 甚至在三线小城市也经常能看到有女孩子穿成这样,打扮得美美大的出门,她们扎着双马尾,头戴蝴蝶结发卡,有的罗莉还会跳窄舞,像个小公主一般。 而这些网红罗莉们,其中有些人虽然可爱,吸粉无数,但是却做出了不能被原谅的事情,遭到了大众的抨击。 而有些罗莉则是顶峰作案,遭到粉丝的质疑,不过除去这些,她们在出事之前,的确是凭借其可爱貌美的模样,吸引了无数宅男们的目光,令大家为之倾倒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我是阿星,我们下期再见。